武神主宰 第5701章 药灵御主 嗡 正大笑着的五月明帝只感觉一股仿佛来自明界太古的气息席卷而来 下一刻 它身躯僵硬 血液凝固 神魂站立 整个人好似被天敌锁定住了的羊羔一样 竟是无法动弹起来 这 这是什么力量 五月明帝瞳孔收缩 心中无比骇然 它灵魂最深处 此刻不由涌动起来一道道可怕的经济之意 整个人好似站在神龙面前的蝼蚁 浑身每一个细胞都散发出来了危险的预警 不仅是它 当明神之血微压席卷开来的瞬间 整个核心之地中所有明界大帝们都浑身一颤 莫名的瑟瑟发抖起来 那是 明神 明神的力量 就连明藏大帝也是心头骇然 骤然转头看向秦晨 眼眸中涌现出无尽的金木 为什么 为什么那小子身上竟然有明神的气息 不好 五月明帝有危险 明藏大帝惊怒万分 再也顾不得藏桌 急忙将那三尊巅峰大帝级的死灵石像给震飞出去 身形暴掠 迅速救援向五月明帝 但已经晚了 当他身形刚动的瞬间 秦晨手中的逆杀神剑已然来到了五月明帝的身前 不 五月明帝惊恐出生 在明神之血微压震慑下的他刚反应过来 却根本来不及后退 只能眼睁睁看着秦晨手中的逆杀神剑轰然刺入了他的身体 哄 一道可怕的杀意气息爆发开来 五月明帝的肉身当场炸开 他那可怕的万月守护在明神之血的微压之下 就如同瑟瑟发抖的鞍唇 催枯拉朽般的碎裂开来 虽然明神之血对五月明帝的作用 仅仅是微压上的震慑 但这却已足够了 受到了明神之血压制的五月明帝 根本无法抵御逆杀神剑中杀意 只能任由逆杀神剑中的杀意在他体内横冲直撞 肆意破坏 那一道道可怕的杀意化作汪洋 迅速冲击向他的本源所在 不 灭道主 救我 五月明帝惊恐嘶吼起来 他的神魂之中 一道可怕的深渊气息陡然生腾起来 这一次 这一股深渊气息并未抵挡秦晨的攻击 也没有出手攻击秦晨或者魔力 而是化作一道无形的精纯力量 瞬间融入虚空 陷际燃烧 仿佛与冥冥中某个神秘的尝试联系 深渊 无尽浩瀚的天地间 一尊古老的身影正盘坐在这 这是一尊仿佛不存在于这片天地的身影 盘坐在这深渊之中 介于现实与虚幻之间 一道道恐怖的气息在他的周身环绕 宛若神奇一般 散发令人心计的力量 毁灭天地间有形无形的一切 此刻 这一尊古老身影 似是感应到了什么 漠然睁开了双眼 当他双眼睁开的瞬间 整个深渊都剧烈震动起来 如同末日来袭 那时 一道尼南的声音从他口中传递而出 言出法随 目光深邃间 仿佛穿透了重重无尽的虚空 骤然看到了远处的冥界所在 来自冥界的呼唤 是当年布下的那一道棋子 这时 遭遇到了危险 尼南之声在虚空中回荡传递 一道无形的力量 从他身体中骤然投射而出 瞬间来到了冥界与深渊通道的所在 见果无主 在那一道气息降临的瞬间 四周守护在这的灭灵一脉 诸多深渊强者 无不心神大害 一个个不由自主跪伏了下来 身上气息波动 从内心最深处感受到了恐惧 这通往冥界的深渊通道 竟然有被破坏 还有冥界之人曾降临过此地 咦 这两股气息要灵吗 让他来见我 这道可怕身影 仅仅是扫了眼深渊通道 便仿佛看穿了一切 隆隆的声音回荡天地间 下一刻 一道散发着可怕气息的身影 骤然降临而来 出现在了这方天地间 要灵见过灭道主 看到这投射而来的可怕身影 来人神色大害 急忙跪伏下来 惊恐道 不知灭道主大人降临 属下有失远迎 还请大人责罚 来人 正是当初投射此地 窥探过这里 后被世界殿中的可怕深渊气息 震散投影的药灵御主 此刻 这一尊执掌无上神威的药灵御主 在这灭道主身前 竟是乖巧的 如同小鸡一样 本主将这冥界通道 交由你掌管 你就是这么掌管的 一道可怕的神念横扫而出 如同风暴席卷 骤然落在药灵御主身上 令他浑身大震 神念不断摇曳 宛若风中残竹一般 随时都欲破灭 大人 是这样的 药灵御主急忙将当初发生的事情 告知给了灭道主 灭道主冷哼一声 这些都不是借口 冥界那棋子 应该是叫五月吧 此人也是一个废物 居然连区区一条深渊通道 都守护不了 现在他遇到了危险 你去借引他皈依本主 重获荣耀 可这深渊通道有所破坏 属下怕是无法降临冥界 药灵御主刚想说什么 却见那灰红身影 直接开口道 修复 哄 伴随着他低南话音的落下 原本因为魂月山自爆 而有所破坏的深渊祭坛和通道 在无数深渊气息的冲击之下 此刻竟是缓缓地修复起来 神说 要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 他说 要无阻 便可万界无阻 药灵御主见状 更是惊恐不已 灭道主大人的神通 果然不是他能比拟的 当即身形一晃 静止冲入到了那深渊通道之中 宁剑 魂月山所在 哄 原本因为自爆 而显得极其平静的魂月山道场深处 此刻一道道可怕的气息 突然冲天起 无尽的深渊气息涌动 彻底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那是 一道漆黑身影 在魂月山道场震战的瞬间 骤然出现在这里 正是暗影大地 此刻他心悸看着前方的道场所在 那深渊祭坛的位置 一道道极其恐怖 如同魔龙般的深渊气息 冲天起 轰咔 头顶之上 明界天道之力疯狂涌动 要镇压这些深渊气息 然而这些深渊气息深邃无比 明界天道一时之间 竟是无法彻底压制 从那滚滚的深渊雾气之中 一道可怕的身影投射而出 缓缓浮现 散发出镇压万界的恐怖气息来 这是 有深渊强者要降临此地 暗影大地心中大海 这些年 通过这深渊通道 也曾有一些深渊强者降临明界 可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过 如此恐怖的力量 在这股气息之下 他这个中期巅峰的大地此刻 竟是莫名地感受到了一丝强烈的震撼 呼吸都无法呼吸起来 区区明界天道 也想阻我 哄 伴随着一道隆隆的轰鸣之声 一只通天的巨手 从那魂月山底部沸腾的深渊雾气中 冲天起 将镇压下来的明界天道 直接轰碎开来 是要领域主大人 在看到那降临明界的身影之后 暗影大地体内的乌卡经济出生 急忙贵服了下来 要领域主 那是他们那一方天地的掌控者 也是号令他们这些进入明界的深渊异族的首领 那乌卡怎么也想不到 要领域主竟然会亲自降临明界 那之前的死灵长河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居然引来了要领域主的降临 浩瀚天空之中 一尊巍峨的身影 出现在这片天地 红咖 在这道身影出现的瞬间 明界天道剧烈流转 对着下方不断镇压下来 一道道可怕的幽暗雷霆披落下来 要将这一尊身影给披散开来 真是麻烦 这明界居然还想排斥本御主 哼 本御主的降临 是这片天地的荣幸 总有一天 我深渊异族会掌控这片天地 将这明界天道 给彻底踩在脚下 要领御主抬头看向滚滚的明界天道 他周身萦绕可怕漆黑战甲 无视这些明界天道之力的轰击 这所谓的天道之力 其实只能压制他们 而无法消灭他们 无尽幽暗雷霆之中 要领御主的目光 瞬间落在了不远处乌卡的身上 轰 两人的目光对视在一起 暗影大地浑身剧烈一抽搐 从他神魂之中 有一道无形的讯息 疏地被要领御主射来 落入了他的眉心之中 瞬息间 有关这明界如今的一切讯息 便已被要领御主彻底得知 那五月明帝现在在这明界的死灵长河中 和他一同前往的 还有明界的诸多大地 以及十殿炎帝和幽明大帝 这另外两尊四级大帝 要领御主目光闪烁 不对 若只是这些人的话 那五月明帝根本不会遇到危机 在这死灵长河中 定然遇到了他无法解决的敌人 要领御主 豁然看向天际隐隐浮现的死灵长河 有意思 哄 伴随着要领御主话音落下 他一步跨出 整个人骤然来到了死灵长河所在 哄哄哄 死灵长河剧烈激荡 作为明界的母亲河 他剧烈涌动 要抵挡要领御主的入侵 哼 区区死河 也敢阻我 要领御主冷哼一声 与死灵长河深处的五月明帝气息 骤然接引在了一起 中文字幕长河